Tinny在做甚麼? 我昨天和婆婆學了兩支太極 不如我們過兩招吧 等一下 你公公婆婆在公園學的太極 其實跟我們現在練習的太極 是有少少不同的 我們現在的太極會配合 音樂和難度動作去完成 而我們太極項目裡 都有器械 但他們只有一個器械 就是太極劍 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如我們快點開始 好 我們上課學了正踢腿 我們今行都會繼續腿法 但我們都要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首先我們會做一個大字馬的拉筋 我們兩隻腳打開 然後我們會身體向前趴 這個動作我們會保持10秒 10秒之後起身 然後再向左邊 都是10秒 然後起身 然後最後到右邊 都會保持10秒 這個動作唯一套 我們可以做兩套的動作 我們今天的腿法 就會教外擺腿 首先我示範一個武術的外擺腿 首先我們會打開手掌 然後會這樣做 這個是我們的武術外擺腿 但是我們在家做運動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踢到那麼高 也可以找一些小物品去輔助我們 首先我們初學者 可以扶著椅或牆去做 我們前面可能會放一個很少的物品 可能是書包或是一個膠箱 我們首先可以扶著手掌腰 然後我們先踢右腳 右腳我們會拿起 從左邊踢到右邊 記得留意我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是要伸腳和勾腳尖的 再做一次 從左邊踢到右邊 然後左腳就會從右邊踢到左邊 對 對 只要繞一個物品就可以了 我們每隻腳可以做十次 我們可以做三組 我們今天做完外擺腿之後 雙腳也可能會有點酸痛 在外側 我們也會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首先我們右邊的腳 就要放在左腳的大腿內側 屈曲地放在這裡 之後我們身體要向前傾 也是一樣 要捉緊雙腳 保持20秒 第二隻腳也是一樣的 保持20秒之後 我們這個動作可以做兩次 原來武術除了老友技玩之外 小朋友都可以參與 而行動其實也有一個 叫做老兒尼堅 中華武德傳承計劃 可以讓老友的小朋友一起參加 大家記得平貨期間也要強練武功 強身健體 我們多謝Fairly教了我們 這麼多武術的基本功 我們在完結之前 讓我們走回保全禮 大家記得 平貨不停運動 不要緊 會不會 臨時 可以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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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